有消息說全民強檢將為3月17日之後進行 由一週一檢壓縮到三日一檢 目標是9日完成,期間配合禁足 並且研究是否需要停止公共交通等等 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兼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 在電台節目表示,如果要全港市民 在9日內做3次核酸檢測,時間相對短 認為無需實施禁足令,以免影響商業活動 孔凡毅指出,現時整體疫情仍未達到頂峰 預料金波疫情下個月中開始,才會逐步回落 認為現在不是推行全民檢測的最合適時機 最好在疫情初期或尾聲推行 他有提到,目前實際感染人數 可能遠比確診人數多 估計全港有幾十萬甚至一百萬人染疫